那么他的家庭不是很好 但是从小被父亲送到了 天哪 阿萨白了要反光了 嗨 我是桃江 今天会跟大家介绍三本书 是我七月份读 第一本就是这本包法利夫人 看过我之前视频的人应该有印象 就是有一次阿萨把我的书给撕坏了 就是这一次 这本包法利夫人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是红杏出墙的故事 小说的女主人公叫艾玛 是一个外省的农村女孩 这边的外省指的是非巴黎地区了 她的家境是非常平庸的 但是她的父亲在很小的时候 就把她送到了修道院里面 让她享受贵族般的教育和生活 那么这段时间的教育和生活 让她对于浪漫有一种天真 并且失望的幻想 她非常渴求极端的浪漫主义 甚至希望能够像巴黎的上层社会一样 去生活 等她长大一点 她就嫁给了一个农村医生 包法利先生做续闲 婚后的生活是庸庸碌碌碌的 甚至她新婚的第一天 等她坐着马车到了包法利先生家里面 她看到她先生的书桌上 还留着一束捧花 这束捧花呢 是包法利先生上一任说人的 结婚时候的那种结婚捧花 看到这段的时候 我就觉得天哪 佛罗拜太会写了 就是这么一个致命的细节啊 说这束新娘的捧花 我觉得你需要一个东西去堵嘴 好吗 就是这么一个非常致命的细节 讲什么呢 说这个新娘的捧花 是一束用白色缎带细柱的橙花 那么先生发现 她的新婚妻子艾玛并不是很高兴 于是就把这一束捧花 送到了楼上的阁楼里 随手就这么乘风了起来 我看到这段的时候 就会骑鸡皮疙瘩 如果我是这个新娘的话 我肯定会想天哪 等我如果哪一天去世了 那会不会我在这个世界上 留下了什么呢 是不是也就是这么一束捧花 然后可以随处安置呢 这种一眼可以问得到头的生活 和艾玛想象中的浪漫生活 实在是差太多了 因此她给她的老公包法里先生 逐渐的越来越失望 她就靠不停的去跟别人出轨上床 来获取那种浪漫 那种刺激 最后呢她的下场也很惨啊 就是被高历代逼迫中服毒自杀了 乍亭这个小说好像情节挺狗血的 就是说一个女人红杏出墙 然后惨淡收场 但是她在法国小说 甚至是在世界文坛上 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可以说这本小说奠定了 居士达夫弗洛拜作为一个现实主义文学大师的地位 也可以说居士达夫弗洛拜通过这本小说去界定了一个好的现实主义文学 它的价值在哪儿 它的界限在哪儿 它的框架在哪里 中国的一位文学评论家夏志青就说 法国的包法里夫人 大家都在看 中国的红红红呢 你不看也可以 当然了这句话只是她一家之言 同时呢也是有上下文的 我们不需要断章取义 但是正如有很多人去研究红学一样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也有很多人去研究包学 甚至呢他们会逐字逐句的去推敲 它里面的每一个字到底是为什么要这么用 之前呢我学过几个星期的法语 它让我挺头疼的 因为我觉得法语好难呀 据说呢 佛洛拜曾经花了一整天的时间 也就最后去掉了它文章里面的一个逗号 所以对于那些跟我一样需要看一般的人 我就觉得挑一个自己适合自己 自己喜欢的一版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手上这个版本是周克希版本的 它的翻译就非常的中文化 就你看它你不会觉得这是在看一个英文的小说 不能说它是好还是不好吧 所有一本中最有名的应该是李建武的版本 据说是翻译的非常精简 非常像佛洛拜精简主义的写作风格 所以如果要看的话您可以去稍微的征选一下 一版 宝宝在喝奶 估计过会儿要睡觉了 我们今天要带来的第二本书 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宝藏的一本书 拍电影时我在想的是 说它宝藏是因为我每次读它呢 都会有新的收获 台湾一位女作家龙英台就曾经说 她的家里面的装修是尽量去减少强体的 因为她觉得作家的内心是非常阴暗的 需要让更多的阳光透进来 但是《试之愈合》从她作品里面 给我感受到的并不是阴暗啊 它是一个非常温暖细密的 这本书的名字叫 拍电影时我在想的事 让我想到村上春树的另外一本书 叫当我跑步时我在谈的事 好像日本人都蛮喜欢这种写法的 这本自传呢 其实就记载了 试之是如何一步一步的成为一个在国际上 能够大放异彩的独立导演 那很多人就会说 只有试之的影迷 或者是对拍电影感兴趣才需要看吗 我觉得也并不是这样的 就算你不看她的电影 你对拍电影到底是怎样一回事 不感兴趣 这本小说仍然值得一读 我自己呢是试之以合的大粉丝 他的第一部电影应该是《幻之光》 然后到他最新最近的那一次电影 应该是《小偷家族》 一共拍了大概20多年的电影 这本自传里面就写到 一开始的时候会为一些经费啊 预算啊之类的头疼 会被自己的分进脚本 去束手束脚 甚至啊他还非常血气方刚 因为看不惯当时电视台里面 他一开始在电视台工作 看不惯电视台里面 管理层对于下层那种拳打脚踢啊 或者是谩骂呀 指责呀 他气到就不去上班 就待在家里面 你就会发现 这就是他普通人的一面 在这本书里面就是展现出来了 同样的他还有一个非常思考的 内敛的那一面 他在书里面谈论到 他为什么要做一个导演 稍微看过他电影的人就会知道 试制的很多电影其实都是跟社会相关的 他会揭露一个社会问题 比如说重组家庭呀 比如说亲人都离去呀 比如说 呃里面的人物涉及到小偷啊 妻女啊 这样各种各样社会上的边缘人物 我们就说一看的一部电影吧 叫做无人知晓 是当时一个西朝鸭气音事件引起的 当时社会媒体会大肆地去批判 抛弃那四个孩子的妈妈 试之欲和一开始就在思考 为什么当时母亲把钱交给了四个孩子里面 年纪最长的哥哥 他离开了之后 那个哥哥并没有独吞掉这部分钱 并没有去抛弃他的妹妹 甚至啊 在后来妹妹的口中 哥哥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 所以试之就去猜想 他们在被抛弃的那六个月里面 孩子看到了生活 他们的生活有和物质富足不同的某种丰富性 试之欲和说了 我们要做的并不是站在公寓之外 去讲述地狱里面有多残酷 而是去想一想 在那个被切断电源的房子里面 孩子是如何去体会这份丰富性 又如何最后失去了这份丰富性 所以你在试之的电影里面是看不到 他对社会上这些问题居高临下的判断 你看不到他指导观众说 如何成为一个好的爸爸好的妈妈 如何做一个好的人 而是他在承认 社会上很多事情并不是非黑即白的 任何事件任何人物都是有灰度的 更重要的是 你会发现就算是很糟糕的生活里面 其实也有不错的地方 所以如何去解读这样的生活呢 如何去还原人生会有不同的层次呢 这是他想做的事情 这样的电影哲学就决定了 试之以后最后呈现出来的电影呢 是富有人情味的电影 无论他去讲社会上发生的任何的问题 他最后总是在展现一个真实细腻 让人非常想努力活下去的生活态度 最后一本书是我今天想讲的 也是我上周其实稍微讲过一点的 试之以后的如父如子 这个是试之在一二年和左眼睛一起共同完成的一部小说 在小说写完了之后就立马翻拍成了电影 小说的主人公爷爷公良多 是一个人生赢家型的人物吧 他在一流的建筑所工作 长得像英俊 然后又很聪明 事业有成 他还有一个六岁的孩子静多 和一个非常贤惠温柔的妻子 然而医院打来了一通电话后 去告诉他 他生活相处六年的儿子 庆多跟他没有任何的学生关系 这种故事题材呢 其实并不信任很多的影视作品里面 也会出现抱错孩子 孩子被调包这样的情节 当新的小说想要再去写的时候呢 就很容易掉到一个非常狗血的一种困境里面 小说整本读完给我的感受 确实非常细致平稳 两位作者呢在处理剧情和细节方面 都显得非常的克制 这里的克制呢 我觉得是日本文化里面 所补鞋的一种特色吧 同样也是为什么 日本的家庭伦理剧 十分出色的原因 都是因为克制这两个字 通常幻子剧情里面会出现 富爸爸穷爸爸 这样的一种阶层差距 来突出戏剧性 这个在小说里面呢 也确实存在 但处理方式呢 却非常的高级 哇 你的单位掉了 身为穷爸爸的熊大 是一个非常没有出息的电器店小老板 他呢生活中也有一些非常粗野的习惯 甚至呢 怎么说就是我们说的俗 很小市民 比如说吃汉堡的时候 他会吃了满桌子都是他的碎炸 喝咳嗽的时候呢 还会咬吸管 再比如说当医院告知他们说 你们的孩子抱错了 他第一反应是 你能给我多少钱 作为赔偿金 但同样的 他也是剧里面好爸爸的一个形象 他会给孩子们去修玩具 给他们做冲绳风味的烧烤 他会一家子挤在月缸里面 跟他们喷水打闹 而熊大的堆里面是凉多 凉多呢代表了日本的精英阶层 同时也代表了这一阶层经常出现 经常会出现的一种现象 叫做丧偶式育儿 也就是爸爸不出现在 教育孩子的这样一个环节里 从静多出生了六年以来 几乎没有跟他的父亲度过一次周末 真本小说高米的地方是 没有站在熊大的角度去批判梁多 如果去特意塑造一个贫穷 但是完美的熊大 不可不迫地告诉梁多说 你金钱是买不来亲情的这种话的话 那小说的境界就很俗了 你就在讨论情和情哪个重要 那熊大说什么呢 他说你也应该多陪一下孩子吧 梁多的回答是 有些工作是非我不可的 那熊大就说了 可是为人父也是非你不可的工作吧 世之呢在电影里面 讨论的是父亲这个角色 在小说里呢一开头就是 世之在问 说什么时候一个父亲 能够真正成为一个父亲呢 是从怎样的一刻起 一位父亲能够真正称起 父亲这个角色呢 这个问题呢也算是老生常谈 在伦理学哲学里面也会去讨论 孩子和父母之间的纽带是什么呢 是DNA吗 还是最后真正的陪伴呢 小说里面的梁多 也就是这个父爸爸 他就是非常注重学员的 在得知庆多和他没有学员关系的时候 他第一个反应是 果然是这样 因为他发现庆多并不优秀 并不努力 也没有争强 好胜 不像他父亲 所以他身为父亲 多年都在否认 庆多这个儿子的身份 在小说的结尾 梁多也发现了 其实真正的 支撑起父亲这个角色的是陪伴 后来等他长大一点 他就嫁给我 他的细节想得太美 他的细节太细 就留在这个世界上了 大概也就是这么一束口花吧 最后呢 他的下场也很惨了 就是被爆高利贷 这本资状里面就写到一开始的时候 他其实是会为经费 好不好 玩头发 玩你的小龙好不好